應該是說不太會解釋啊是什麼 那聽起來就是也沒上過摩克斯 那小部分人沒聽過 OK 那 我先來看一下 好 摩克斯呢他是 這個叫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那後面還有一個Courses 後面有一個S 所以叫MOOCS 簡稱叫MOOCS 那其實他在2012、2013年的時候 那時候就很夯了 那時候還沒有摩克斯這個字眼 所以我自己的翻譯我都叫他叫 Massive就是大規模 大規模 然後開放、線上、課程 我自己是這樣翻譯啊 那後來那個 台灣就比較官方的說法叫摩克斯 這樣子 好 那摩克斯是什麼 大概就是你的 學生呢可以超過10萬以上 然後再來就是 你可以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做學習 再來就是 他是 他是線上的 然後 然後 他在任何的領域的課程都有 這樣子 好 這個是 最開始 在推摩克斯的這個 課程裡面 這個叫 Connectivism 跟Connective Knowledge 那在2011年的時候有一個叫 CCKC的這個 這個 這個課程 那是由這兩個老師 他開的 那這兩個老師呢也是創立 Connectivism 其實就是一個連接主義的一個 呃 呃 始祖 就是這兩個 那什麼是連接主義呢 好 那個 英文很多 我們就直接看 那個 紅色的字就好 就是 knowledge is distributed across the network 你們在 呃 以前學 知識的時候 你們可能就是老師教 然後你們就學 你們就吸收 或者是 你們看書 然後自己吸收 但是呢 現在的知識已經不是這樣了 現在的知識你們看是怎麼樣 叫 可能就是 FB來的 或者LINE來的 我記得 呃 我 剛開始在用很多FB的時候 用LINE的時候 然後 我媽就一直跟我講說 呃 你不要用 一直在用那個線上的東西 然後一直在看手機 什麼的 因為 呃 那些都是沒營養的 人家在那邊亂講 你就不要看那麼多 然後 她還跟我說 你現在已經當老師了 已經當教授了 你要多開一點書 你看 從小到大 我現在 在當老師 她還在叫我多開一點書 結果我就 買一支手機 給她 然後幫她辦了 幫她辦了網路 然後就給她 裝了LINE跟FB 然後她之後就開始 欸我那個 分享了一個 呃什麼什麼 給你趕快去看 那個非常 非常好 那個有關健康的 有關養生的 趕快去看 結果她自己比我還迷 她說 哇那個 FB上面怎麼有這麼多的 那個訊息啊 哇那個 誰誰誰又分享一個給我 哇超有意義的 她跟我講這種東西 所以 你看這種網路的東西呢 呃 現在的知識其實是透過 就是 呃 線上的這樣的 呃 知識的這樣的訊息的 一個分享 得來的 所以你們有任何的問題的時候 你們可能 不會去找老師 不會去圖書館翻書 你們是 直接 去 呃 可能 奇摩知識去問一下說 欸 我 那個 最近跟男朋友 呃 吵架了 該不該分手 之類的 好 或者去PTT問 好 那 呃 不過這個要小心喔 真的要小心 因為在你們 問這些問題的時候啊 呃 其實 呃 有時候你們的 那個資料 就被 透露出去 哇這個 這個很好笑 我在美國念書的時候 那 我有一個學長 那他就是專門藏在那個PTT上面看一些文章 結果 呃 我們那邊也有一個學妹她是念商學院的 那最近她 因為她跟她男朋友是那個 呃 遠距 她男朋友在台灣 呃 好像是 幫人家拍一些 婚紗攝影的 那 那個女生她是在 美國念博士班這樣子 那 呃 那一年暑假 她那個男朋友她 過去那邊 然後她就在PTT上面問 問那個 呃 說 最近跟我女朋友吵架 然後 欸 呃 呃 就是 拍婚拍的時候 遇到了一個 一個 小女生 然後她就覺得 哇 我的拍攝技巧很棒啊什麼的 然後就 覺得很仰慕我啊 然後我就跟那個 小妹妹說 因為那個小妹妹有男朋友 然後我就跟她講說 如果她 如果她 我這次去美國找我女朋友 我會跟她提分手 那 她也 呃 跟她男朋友提分手 然後我們回台灣之後 我們就在一起這樣 但是 呃 後來我才發現 那個 小女生她並沒有分手 所以我很難過 那我現在 其實我已經 呃 想要跟女朋友分手了 但是 我不知道現在該不該提 然後她就把這些東西 寫在PTT上面 然後就被我那個學長看到了 然後我就覺得 欸 怎麼這個 情景這麼符合 這裡 然後她 她就掙扎了兩天 她還是跟那個 那個 唸 唸上學院的 那個 學妹講 結果就這樣 你看 就爆 扛了 你看 所以世界很小的 齁 要問問題要非常的小心齁 那個 知識雖然可以在網路上面分享 但是 嗯 這樣 很容易就曝露你們的行蹤 她完全不具名喔 在PTT上面 人家只要把你的那個 呃 情景描述的這樣配一下 欸 這樣也抓到了欸 哇 太厲害了 齁 所以 知識呢 其實是 不是從一些書本上面來的 那其實是透過這些 連結裡面來的 其實這個也很 很好玩啊 因為我覺得 呃 現在是一個 呃 網路爆炸的時代 所以很多很多東西 其實都是透過搜尋 你們就可以得到的 那 呃 但是我發現 大家在網路的搜尋這一塊 並沒有那麼的 呃 呃 就是如果你們只知道中文搜尋的話 其實你們會 錯過了很多很多 知識 呃 網路搜尋如果你是用中文打的話 大概你可以獲到獲得 呃 百分之三百分之三百分之的 的知識 但是如果你是用英文的話 你可以獲取大概百分之 五十七的知識 那另外的百分之四十是 各種其他的 呃 語言的這個知識 所以其實用英文找的話 會比中文找 會比中文找 多很多 呃 相關的資訊 齁 那像我之前在美國的時候呢 呃 美國其實 它好像非常的富饒 但是 它沒有像台灣這麼方便 所以像比如說腳踏車壞了 或者腳踏車那個 呃 鍊子掉了 啊 鍊子壞了你要怎麼換 直接 上網去 查說 How to change bicycle chain 然後它就會教你說 哦 你到哪裡去order那個鍊子來 然後自己要怎麼怎麼怎麼換 那 呃 你又看很多那個 呃 英文的那種instruction 會覺得看起來很累 然後 又很難去想像它 到底怎麼換的 影片馬上就有了 YouTube馬上就有人教你怎麼換 對 或者是像 我喜歡打籃球 然後那個 球如果破了怎麼辦 網路上也有人教你怎麼補球 有人知道怎麼補球嗎 你直接用那個針頭 然後打進去那個強力膠 這樣就補起來了 對啊 所以你看網路上有這麼多東西 但是 呃 我 我 我覺得啦 就是你們還是需要去 呃 好好的把英文學好 然後 英文的這個搜尋的一些 知識的分享其實比中文多 很多很多 齁 如果你可以知道這種英文的話 其實你可以掌握全世界60%的知識 齁 好 那 所以呢 呃 這個 一個一個一個答案的結果 但是它 並不是一個最終的答案 齁 好 它有可能 只是沒被推翻而已 但是有可能未來就會被推翻了 齁 但是這些卻是你們一起集結來的一個知識 好 所以 摩克斯呢 它是那個 呃 形容 它就是一個open education movement 所以很多 那個 線上的一個 現在很多很多的知識 線上其實課程它 呃 馬上就會教你們說 等我一下 覺得有點熱 就是 youtube上面其實有很多我剛剛講的 如果你有什麼問題 直接上youtube去搜尋 youtube馬上就會教你怎麼怎麼做了 包括你在學任何的軟體 但是如果你想要一整套的學下來的話 摩克斯它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今天你一堂課程 呃 如果你是去 外面的那個 像你們來學校上課 然後 呃 你們要先付雜費 付學費 然後這樣 付下來你們才可以來上一學期的課 齁 那如果你們是需要 要去外面補習的話 也是要付 付學費嘛 齁 那如果你們要去 學一個比如說 什麼 電腦研習引 什麼之類的 也是要付費 但是在摩克斯上面 有很多你是可以不用付費的 大概有九成以上 都是不用付費 那要付費的那些呢 他會給你一張證書 那些證書其實還蠻 蠻 怎麼講 就是他那個 學 呃 課程的費用其實 不太貴 然後他又可以給你一張證書 比如說 像那個哈佛 他 推了一堂課程 然後是寫程式 你可以學到他的技巧 然後你只要付大概 兩萬塊台幣 那你想想看 如果你去哈佛 先不要管說 你到底能不能考過托福 考過GIE 然後去那邊 呃 申請入學這樣子 光去那邊的學費 呃 美國東岸吧 一學期的註冊費 大概是 我想想看 一千塊美金 欸不是 對 一萬塊美金喔 我講錯了 一學期的註冊費 是一萬塊美金 三十萬 這是東岸 好 那 那 那邊的 呃 房子的費用 一個月大概是一千塊美金 三萬 好 你 還沒包括你的吃喝喔 你不吃不喝 已經要花這麼多錢了 好 而且 還沒包括你如何準備 然後去申請這麼好的學校 那現在這麼好的學校的 的老師 他 可以在網路上面開課 然後來教你這一些 所以我 一再強調 呃 英文真的很重要 那 呃 那個 如果你覺得你英文還不行的話 現在其實也有很多台灣的 摩克斯的課程 都在上面了 好 所以它是open technology 然後也是open content 那open knowledge 所以現在很多很多東西 其實都是open的了 那也很多人透過學習摩克斯 來 呃 獲得他自己的技能 然後去 呃 考取證照或者是獲得新工作 這樣子 好 摩克斯他其實 概念 不會太 新 他 呃 在2000年的時候呢 就有一些 呃 例子了 但是像哥倫比亞大學 他在2000到2003年呢 那時候 他 呃 就是有點像是做摩克斯這樣的 概念 但是他那時候是以盈利為目的 所以 呃 做了三年 然後就關掉了 呃 劍橋耶魯史丹佛 Princeton這些 他也做了一個open 但是 他 做的沒辦法 跟電視相比 他就是 是 就是普通的課程這樣子而已 所以 呃 很多人都會拿他說 他沒辦法跟電視相比 所以 也是fail的 但是其實現在 呃 那個 摩克斯 也有很多是面臨這樣的問題 只是我一直覺得說 如果你要學知識 然後又要覺得好像在看 看電視的話 嘖 欸 真的太苛求了欸 今天 你在學習一個 呃 寫 寫APP的課程好了 然後你要像是在看那個 呃 吳宗憲主持的 綜藝玩得很大之類的 那也 非常苛求吧 這樣 這樣真的很難去 去傳遞這個姿勢 我覺得 好 好 所以 摩克斯他的 他的主要意義呢 就是 他 呃 technology呢 他如果要被成功的 呃 跟教學和 和 和學習做結合的話呢 一定要 你們這些老師 學會如何去 呃 改變你們的 教法 今天你們要去當 大學班的 那 呃 你們的 呃 教法 其實會改變你們 小學生他們的 的一些 上課過程 如果你們上了課 嗯 還是跟 跟那個 呃他們 小 小學會 國中老師上了一模一樣的話 其實 他們就會覺得 欸 失去興趣了 他今天把你當成大哥哥的大姐姐 所以他覺得 你們是可以聊天的 齁 那 這個也跟 現在 呃 國中小的一些老師的教法一樣 想想想看我們的科技從 呃 粉筆 然後到那個什麼板插機 然後到那個 呃 呃 食物投影機 然後到現在是投影機 呃 呃 課程呢 卻還是 老師講你們聽 就像我們現在這樣 老師講你們聽 呵呵 然後大家在那邊 就昏昏欲睡這樣子 那我也不知道 每次問說欸有沒有問題 然後就完全沒有反應 嘖 所以 所以這樣的上課其實真的很不好 我也很不喜歡這樣的上課 但我希望 因為我們的課程實在 很多 那 我們又沒辦法長時間 跟大家一起做 呃 大家實際去做 不然像我們這種課程呢 應該是要 呃 一整天 的時間 然後可能我們就做 比如說摩克斯的影片的製作這樣子而已 齁 所以 呃 其實教學上面是要花更多時間 讓學生去實際去操作的 齁 那 呃現在的中小學 為什麼也會變成 還是 老師一直在講 然後學生一直在聽 因為他們也是要趕課 他們也有趕課壓力 啊我們今天為什麼也是一直在講 然後你們一直在聽 因為我們想要早點把課程結束 我也想休息啦 沒有啦 那個 你們也想要早點休息嘛 今天禮拜六了對不對 然後 上太久了可能扛 很多困難又出來了 而且我今天來做服務 我也給我拖時間拖那麼久之類的 好 好 這些我們都很理解 所以我們趕快上一上 好好好 關時間 關下班 好 好 那 呃 連結主義 剛剛我們講過了 所以現在其實已經不是 呃 像是什麼行為主義啊 認知主義啊 建構主義啊 其實我們現在真的就是 已經是一個連結主義的時代了 好 那知識是 不是老師講 然後學生學而已 其實他是透過學生和老師共同討論出來的 好 那 透過technology來臨結所有的課程 好 好 有一個 呃 Corsera 這是摩克斯 他比較 呃 有名的代表之一 Corsera 呃 如果大家可以去網路上面Google一下 大家可以稍微Google一下Corsera 或者是他有APP 那 呃 上面的課程都會在 在裡面 建議大家去下載啦 就是這個APP呢 他下載裡面 然後去看一下他的課程有什麼 不過他的課程全部都是英文 我 我記得我在寒假的時候 有上過Corsera一堂課 他叫 Innovative 想想看 Innovation in the Digital World 好像是這樣子 就是他就是在講那個 創業 然後他在講一些創新的想法 然後討論一下那個 Amazon啊 Facebook啊 或者是 Google啊 這些他們如何創業 然後他們 呃 如何去做一些 就一些比較像 學理方面的 比如說像 Digital Interruption之類的 這種東西 然後他們會去做一些 這種學理的探討 然後再 結合食物這樣子 那 上起來的感覺呢 我覺得 呃 還蠻不錯的 知識很多 而且要花很多時間去消化 但是上到後面 我就覺得 趕快趕一下 因為他每次就是 一段影片 然後 呃 給你很多資料去 有關於那段影片 你要去消化 但是 資料真的很多 我看不完 然後 呃 之後就是大概 六七題的 選擇題 那那些都是跟那些資料有關的 齁 那 呃 選擇題你可以重做 但是 但是好像做兩次 他就會 做兩次他就會直接 你 那一個 那一個測驗就會直接 算 不計分這樣子 對 啊我記得我 我常常 有時候為了趕 就是想趕快把它結束掉 然後就 呃 直接影片看完 然後也不看他的資料 我就直接看測驗體 對 那 呃 雖然是不好的啦 但是 因為他 又又快到daylight了 然後我寒假又做一堆事情 趕快想把他的課程結束掉 對 因為結束掉 總是會有一個 呃 結束的感覺嘛 齁 那 最後我拿的分數好像是76吧 他是 就是這樣選擇題 一題一題算分 然後 就給你一個這樣的分數 好像是76這樣子 齁 好 那這個Cosena 他是在2012年的時候 呃 開始在 網路上面 有的 那他有62個 學校的 大學的夥伴 好 這只是2013年的 數字喔 現在 應該是double了 好 然後有3.5 million 350萬 這也都是2013年的數字 現在應該也超過 呃 1000萬了 好 然後 有20個caliber 也就是有20個那個 不同的領域的課程 好 那另外這個是叫 EdX EdX他是由 MIT 哈佛 跟UC Berkeley 這些都是 赫赫有名的學校 像 這個Cosera 他是由 Stanford 的 學校 那現在台灣唯一 有在Cosera裡面 有課程的就是 台大 只有台大有 那 EdX呢 他是MIT 哈佛跟UC Berkeley 他們做的 這個 Cosera 那個 摩克斯的課程 所以 大家有空的話 也可以去 下載 EdX的 的APP 然後 或者是你們先用瀏覽器 然後 Google這一個 然後看看它上面有什麼課程 沒有興趣的 先去上上看 反正註冊免費嘛 就註冊進去一下這樣子 好 好 那 那 講到 註冊免費這件事情呢 呃 或者講到說 我很想趕快把課程完成 這件事情呢 呃 為什麼 我也很想趕快把課程完成 即使 照最後有點就是在 趕壓著上架的感覺 因為 商業週刊 他有一期 特別在探討 摩克斯的課程 然後 他有講到說 呃 是資源不公 資源分配不公呢 還是 呃 自己不長進 對 當這些 很有名的學校 他把課程 這麼好的課程 然後請大師來上 都放在網路上 然後讓你們可以 很 呃 免費的去上這些課 但是 呃 看 所有的 註冊者 就是有註冊Cocera 或Ibex的這些人呢 只有百分之五十的人 有看過一個課程 所以大家註冊都註冊爽的 註冊完之後 然後流感一下課程 然後就 呃 就沒用了 然後百分之五十的人呢 有去 進去 真的去註冊課程 然後進去看一堂課 好 這是一般的人 好 那有 呃 這些註冊人裡面呢 只有四Percent的 有完成 完成的課程 那 更有一些 比例上面 就是有一些 真正完成的課程率 比如說 像我剛剛就是這四Percent裡面的 因為我就趕快把他 要求的那個 測驗題 選擇題趕快做一做 這樣就結束 但是他這個意思就是說 真正完成的比例 比如說像他 其實還要去做討論啊 然後根本沒時間去做討論啊 之類的 這些如果真的 徹底的把它完成的 是百分之二 所以只有二Percent的 等於就是 呃 一千萬個人註冊 大概只有 多少 兩萬個人 完成 或者是 呃 那個 一百個人註冊 只有兩個人完成 好 所以 我為什麼會趕快把它弄完 其實我就是不想要當 當這百分之五十 或者是當其他那些人 至少他可以當這四Percent的人 對 至少做事要有始有終嘛 好 那 摩克斯會成功嗎 現在真正在使用摩克斯的 呃 有百分之八十 都是有一個學位的 可能是學士學位 或說是學位 然後 大部分的人呢 都是從已開發國家來的 齁 那 呃 你看像 台灣其實 可以算是已開發國家 但大陸呢 呃 他是地區性的 可能上海北京 算是已開發地區 但是其他 不算 好 那 大概平均的樣貌呢 就是三十歲左右 那 有穩定的工作 想要深造 所以像我 我為什麼想要看摩克斯 因為我覺得對我的專業上面 有 有幫助 那 呃 如果你們 願意看摩克斯的話 其實是對你們未來 求職上面 也有很大很大的幫助的 所以我們都是有目的性的在看這些課程 但是 呃 摩克斯他最初推出來的一個 呃 概念呢 並不是讓我們這些人 這樣子來用的 對 因為我們其實有能力去負擔這些學費 然後我們也 呃 有 有 有經濟基礎了 齁 並不是讓我們這些人看的 其實他是讓 一些像非洲國家啊 一些比較沒有辦法接觸到 呃 高 高學術的 高知識分子的這些東西的人看的 齁 那 呃 所以 到最後 都是我們這些人在看的 而且我們還很不認真的看的 所以 你看 我稍微念一下 我們泰天真的認為 只要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接觸到高階教育 就會立刻讓每個人都渴望學習 改變他們自己家庭和國家的生活 然後讓 貧富 開發 與否 以及受教育 與否之間的差距 消失 但是真的是這樣嗎 我們今天 呃 可能辦很多那個 像今天 給大家的一些課程 覺得都很棒 然後給大家都來 來上 可是大家來呢 還會覺得說 又是 又是 我來做個計畫 然後又叫我禮拜六來上這個課 然後 來又是 呃 睡個覺領個便當 應該就差不多了吧 這樣子 所以 我們常常會覺得說 我們給你們這樣的知識 其實是可以 消弭這之間的差距的 然後可能就會讓台灣更好 然後讓台灣走在世界的前端 可是 真的是這樣子嗎 齁 那 這些做摩克斯的人 他們也這樣認為 就是覺得 呃 給大家看這些課程 呃 真的這些平步差距就會消失了 可是 真的是這樣子嗎 齁 因為他們其實忽略了 人最終的一個 呃 本性 就是 慾望 還有 還有自律 還有每天 這是什麼呢 就是 今天一個好的習慣 如果你可以每天把它維持的話 其實 呃 你是可以成功的 那什麼叫 什麼樣是好的習慣 比如說閱讀 比如說 每天去上這些課程 好 那比如說 呃 每天都寫一些writing 或者是 每個禮拜固定的運動 這些好的習慣 如果你們可以用 每天 這種單位來做 做 呃 一個習慣的培養的話 那其實是 會對你非常非常有幫助的 但是這些 你要做到每天的話 其實你要透過自律 因為有太多太多事情 會吸引著你 會誘惑著你 對 今天電腦一打開 覺得 好我應該要坐下來 我要看摩克斯 可是點開就是YouTube 然後就去看一下 喔那個 呃 呃 昨天的那個 你們現在在看什麼 綜藝節目 呃 綜藝完很大是不是 好我都不知道有什麼 綜藝節目 對 點開就覺得 看一下這個 或者是男生就覺得 這一集那個 又有講那個 很多美女來 來上節目 看一下好了 或者是現在韓國 在流行什麼 比較夯的 看一下好了 或者是點開就是Drama 就是那個 呃 電視劇 但是 這個自律這個 真的很難 齁 所以如何讓自己 可以控制這個自律 然後做到每天 都可以有這些好的習慣 其實像那個 你們會覺得像 呃 這些 Facebook的創辦人啊 或者是Google的這些創辦人 都很厲害 但是他們可能就是幸運 他們只是幸運而已 只是你們沒有想到 像 馬克祖克伯 他 每年都給自己一個 New Year Resolution 比如說他在 2011年的時候 他規定自己 每天都要講中文 然後他在2012年的時候 他規定自己 每天都要寫程式 他在2013年的時候 他規定自己 每一個禮拜 要看一本書 所以他都是用每天 每天的這個單位去做的 但是 呃 他如何可以做到這樣 以他一個這麼忙的一個 呃 公司的老闆 他還可以做到這些事情 那你覺得 呃 你的生活會比 馬克祖克伯還要忙嗎 那如果你沒有做到像他這樣的話 你們可以知道為什麼 今天可以這麼成功了吧 所以成功其實 呃 並不是 偶然的 成功你今天 有可能是有天賦 因為努力 不一定會成功 但是你不努力 即使你有天賦 也不會成功的 呃 像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看 MBA啊 Steven Curry 有人知道嗎 有 有稍微聽過MBA的 應該都非常 知道這個人 因為Steven Curry他是 呃 那個 他 他 他剛出來的時候 他是好像是第七順位 被金州勇士最選到 然後剛出來大家就覺得說 呃 就是他一個還可以的一個 控球後衛這樣子 但是他從2011到2012到2013 他慢慢每一年都有在進步 然後到現在他的三分球幾乎就是 你看他那個 出手三分球那個狀況就是 只要他丟上去 就會進了那種感覺 呵呵 就是 只要 根本有時候看他就是亂丟了 可是就進了 那如果說他是真的亂丟了吧 可是人家是那種 頭10中8 或者頭13中11 這種 這種 投球率耶 這種 命中率耶 你會覺得他是亂丟的嗎 所以 他是在 其實他真的是在 2011 12年那時候 呃 有一些 NBA 的 潛力球星 的那個 營隊裡面 然後他在那個營隊裡面呢 他 呃 每一天有長達8個小時的訓練 但是他在 訓練開始 之前 他就到 要長短 提前兩三個小時過去 然後做好熱身 然後 呃 投進了兩三百球了 在 訓練還沒開始 他就已經做到這樣了 然後訓練 跟大家一起訓練 訓練完之後 他又留下來 投罰球 而且他的罰球是 連續五顆 進球 要空心進球 你們知道多難嗎 連續五顆進球就很難了 而且他要連續五顆空心進球 他才會結束一天的訓練 所以你看 他已經很有潛力了 那 他也有天賦了 但是他還這麼努力 比別人還努力 所以他今天可以 變成Steven Curry 現在 Curry 等於是跟三分球畫上等號 他 他也變 他也把NBA 他改變了整個NBA的一個 氣氛 現在連NBA的中鋒 都拉出來投三分球了 結果 俠克歐尼爾 說這就是一個 大三分時代 因為每個人都在投三分球了 你可以想像那個 長了兩三 兩 兩 兩百二十公分 兩百三十公分 然後很壯的 然後拉出來 三分外面 然後再投三分球嗎 你可以想像這種 這種感覺嗎 對 那現在NBA真的就是這樣子了 所以 你看這樣的人 他改變了NBA的一個 規則 他 並不是 他很有天賦 他也可能也很有天賦啦 但是他也是比別人還努力 才有今天的成果的 所以 即使 摩克斯呢 他 我們常常說 他有可能會失敗 但是他其實還是 有在改變一些 一些 原本他想要去 幫忙 幫助的這些人 他說 像這一個人 他 每天 走十三英里 十三英里大概是 呃 乘以 想想看 乘以 1.6吧 1公里等於1.6英里啊 所以 大概是 呃 20公里 20公里 大概是從哪裡到哪裡 就是從 想想看 但是從這裡走到歸山 還要再過去一點點吧 可能從這裡走到新莊差不多 你們想像那個距離嗎 是用走的喔 從這裡走到新莊 每天喔 好 那 有1%的 住在非洲的 欸 的 的 的這些 人呢 他還是 每天走 20公里 然後到 城市裡面去用電腦 然後來看摩克斯 所以其實他們還是有影響到這些人的 好 所以 關鍵在於你自己 你自己多想要做改變 好 那我們會抱怨自己沒有出生在有錢人的家裡 然後我們的教育沒有給我們足夠的資源 我們的 國家沒有給我們好的機會 呃 你們這一代都被叫為叫 Lost Generation 就是失落的一代 呃 當然了 因為有時候會看到說 你看那個 退休的公務員 然後 一個月 比如說現在如果校長退休的話 國小校長退休的話 一個月至少是7萬吧 然後如果是老師退休的話 一個月大概是5萬 但是 你們很多是畢業出去之後 做了要死要活 然後還要加班 一個月可能不到3萬 所以 你們會覺得說 自己都是失落的一代 那自己 人生就沒希望什麼的 可是你看 現在網路上有什麼多資源 其實 你們有比別人還認真嗎 你們有比別人還努力 要去獲取這些資源 然後要去吸收這些知識嗎 如果沒有的話 那 你還可以苛求 呃 這個社會 好像都是在剝削你們嗎 如果你們 以這樣的一個 覺得說 就是社會在剝削我們 這樣的一個心態 來看的話 你們已經為自己的 呃 失敗 為自己的不努力 找到了一個藉口 找到說 我今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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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會這麼不努力 就是那個 呃 公務員他們 領錢領太多 就是那個 呃 馬政府做太爛 或者是就是那個 這個社會 剝削我們太多 就是這些大老闆 把錢都吸光了 然後 炸爛這些員工 你們找到這些藉口 但是 對你們的生活 有幫助嗎 齁 所以 大家可以好好思考一下 最重要的是 我們要成為 每天 在抱怨 但是沒有改進 自身狀況的人嗎 就像那些註冊 然後 完全不會去花時間看任何一個課程的人 齁 所以 大家可以 稍微 看一下 這些 英文的人 像 Adex Cocera 或者是 Educ course 或Eudemy 這些都有很多 好的課程 然後 那個 中文的課程就是這個 share course 像我最近我也在 share course裡面上那個 清華大學 黃榮副教授的一個 物聯網 對 那 因為 那一塊我也是很想要 去做學習的 所以你看到我現在這個 時候 我也在做學習啊 然後 Ewants 廖青龍老師他在Ewants有 呃 現在應該有兩堂課吧 然後中原好像有 七八堂課都在Ewants裡面 齁 然後還有 摩克斯線上平台 在摩克斯線上平台 其實大家可以 如果中文的話 你可以直接 來這裡 看就好了 這裡面呢 呃 比如說給大家看一下 等一下 怎麼會這樣啊 好 你們可以看到這邊有所有的中文平台都在這裡 那 呃 會覺得他的名字都不是用這個曲的耶 我在那邊 輸入一個 或是用英文的 欸 怎麼會這樣 好不然我們就直接來這邊看平台好了 好這裡就 這是Ewants這些平台 有可能我剛剛Google 就是我剛剛搜尋的那個 那個 關鍵字 他都沒有取名叫那個關鍵字啦 好 那你看看這些有很多 很多 很多 呃 課程 都在這裡面 那這是Ewants 那你可以看這邊 可以 他可以把它分成 人文學科 自然學科的 好比如說我用自然學科 然後我用所有平台好了 好這個 這個課 不是 是 我上個就是這個老師開的課 黃農夫老師 他開的物聯網的課 那那個課現在在share course上面 那你看這邊有動畫製作啊 然後也有一些物理啊 或者是力學啊 這些 物聯網 欸這不是我現在上的 所以物聯網的課程其實他也有很多 然後像是人文學科裡面 人文學科裡面他其實也有很多 這些課程 這些課程 然後我給你們看一下 好你看這邊也有很多 這裡有講大數據的 大數據現在非常非常的行 好 那像這個是美國聖地亞哥 的 U.C. San Diego 的課程 那這個課程呢 我記得他是要費用的 49塊 49塊美金 那我記得 這個 他裡面好像有分六堂課 然後一堂課大概就是都大概50塊美金 所以總共上完好像是300塊美金 那300塊大概多少 1萬嗎 1萬塊 1萬塊 1萬塊台幣 但是你可以上 這個 U.C. at San Diego 老師幫你上課的大數據的東西 對啊你想想看你花1萬塊 今天不要講說你可不可以入他們的學 或怎樣 或者去那邊住 你花1萬塊 你可能 你可能連 大概買一張船票去 San Diego吧 大概就這樣吧 對啊 所以其實這個錢 算起來還是蠻便宜的啦 齁 好另外 這個是Cosera 那 剛剛我講的那個是 中 然後我給你們看一下 大家 大家知道iTunes嗎 不知道iTunes的舉手 一位 好 呃 如果你沒有用iPhone的話 你可能會不知道iTunes 但是iTunes呢 他在一般的電腦你也可以下載 好 那 iTunes裡面有一個叫iTunes U 這個iTunes U呢 你也可以下載在 呃 如果你是有下載iTunes 在你的桌機上面 你可以用iTunes 看iTunes U 然後iTunes U好像 只有Apple的 是不是只有iPhone才可以下載 Android好像是不能下載的 齁 那iTunes U是什麼呢 他其實就是 呃 在iTunes上面呢 他有很多 呃 美國的學校 他的一些課程 那這些課程呢 可能比較多是像是 一堂課 那 一個 一段影片這樣子 齁 所以他 他 比較 呃 不像 摩克斯這樣是一整個完整的課程的 但是他其實裡面也有很多很多的 課程都 非常的有幫助 齁 好 所以 呃 大概再稍微講一下 剛剛那個摩克斯 是我自己做的啦 但 廖老師他本來今天做的摩克斯呢 其實是 是這一個 齁 就是 他這邊主要是要強調說摩克斯他現在等於是一個顯學了 然後他在現在國際的一個學術上面的討論也非常非常多 比如像這個 IEEE 這個conference 或者是這個 呃 AACE 這個conference 很多都是在講摩克斯的 齁 三個小時的 的課程嘛 那我們希望你把 你們的課程 可能 濃縮成五分鐘 然後把它錄下來 那 做成像摩克斯 那 本來我們的概念是這樣子啦 就是希望大家一週做兩支影片 然後一支影片五分鐘 但是我覺得說 你們可能就會覺得很累啊 什麼的 對 一週又要求你們做兩支 所以我們改成 一個學習兩支影片 開不開心 好 所以一個學習做兩支就好了 那你們可以先去看一下 上學 呃 上午呢 那個 屆安他有跟大家介紹 呃 現在在YouTube上面 那他放上去的這些影片 好 我可以請那個助理等一下在 呃 結束的時候把這個連結給大家 那大家回去看看說 這個影片你是怎麼錄的 其實你也可以 錄那一種 你直接教小朋友 那個解題的過程 然後你就把它錄下來 這樣你等於是 不用再額外播時間去去錄 或者是 你自己額外再播時間錄一段 然後你就是說 我現在來解這個題目 那我把它錄下來這樣子 那 錄完這些呢 我們會把它上傳到YouTube裡面 再做分類 做年級的分類 做學科的分類 呃 就可以提供 未來的大學班 呃 有一個很好的資源 另外也可以提供小學班 他 呃 上完你的課程之後 那他想要做複習的時候 他也可以上去看 齁 所以我們一個學期兩支影片 齁 已經 非常非常 那個 容易了齁 那怎麼做呢 呃 我們 齊未我們 其中 訓練的時候 有要做Contation嗎 的那個課程嗎 蛤 好 我們其中 會安排一個課程 是做那個 呃 教學影片製作的 這個軟體的介紹 好 那 那 上學期我們的做法是這樣 因為我 我已經把那個教學軟體 Contation 我已經錄下來了 那也 呃 講得非常清楚了 所以 其實只要看過那個影片 然後你邊看邊做 你就會對那個軟體 非常非常熟了 齁 但是 呃 很多人還是會component說 應該要老師來教啊 應該 應該要 要那個 呃 在課堂上 讓我們操作這樣子 啊 啊 所以 好啦 我們再 討論一下 有 如果需要的話 我們其中會安排這樣的一個課程 那 呃 可能是我或者是廖老師 來教一下這個Contation啊 大家如何去錄這個影片 然後如何做 剪輯 如何做那個 美工這樣子 齁 好 好 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欸 又沒有問題了 好 沒有問題 OK 那我的 演講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